聖誕新年是本港的傳統旅遊旺季 但在修例風波之下 這間位於尖沙咀的賓館十失有空 國內的客人的媒體說得很嚴重 外國說香港不安全 幾百樣東西加起來 所以賓館是死症 現在的生意額和以前比跌80% 過去幾個月不少酒店大減價 平均減至五成 部分三四星酒店的房價和賓館相約 令賓館難以經營 業界預計農曆新年後 將會有幾百間賓館結業或轉型月租 賓館生意做不住 和旅客大減有關 入境處數字顯示 今年聖誕前後的出入境人次 只有大約五百萬 比去年同期少超過兩成三 由九月開始 其實很多來港的團隊取消 內地來港團的登記數字 其實幾個月來都有九成左右的跌幅 這也反映到很多地方的旅客對來香港 的確是有一個擔憂在 以往我們用過譬如內地的訪行團 來做個例子 往時其實我們說每天有百多二百團 已經是說生意不太好的時候 但現在的情況是每天大概十多二十團 大家可以想像的情況是真的不太好 現時有超過四十個國家 仍然對香港發出旅遊警示或警告 旅遊界立法會議員姚思榮說 只有局勢平靜下來 旅遊警示取消先有復甦的可能 又估計如果未來幾個星期 不再出現衝擊商場等情況 相信農曆新年的檔期會好過聖誕 東網記者何子浩報導